大家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提到了泽连斯基 派了外长访华 泽连斯基也提到了和谈 那么俄方也已经给了回应 我觉得这个回应应该是配合中国 就是给了中国面 德国媒体是23号这么说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论 20号做的言论做了积极回应 说泽连斯基此前表示 可能展开磋商 已结束两国之间的冲突 克里姆林工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是这么说的 说这比排除同俄方及俄国家元首 接触可能的说法要好 这是原话 说当然用这样或那样的语气 谈论对话 比谈论乌克兰战至最后一个人的打算要好得多 泽连斯基早前是接受BBC采访时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也可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 说尽管他此前已经通过法令了 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了 但是我可以谈 泽连斯基在采访中重申了 他原则上是愿意在和平分合上同俄方代表磋商的 他表示是否由普京本人参加并不是关键 换加说可以不跟普京直接谈 可以跟任何人谈 俄罗斯此前排除了泽连斯基出席任何和平分合可能性了 也就是说咱们讲的 泽连斯基可能现在下台 现在离开乌兰 就是说我俄罗斯不会跟你谈 而且质疑他是总统合法性 泽连斯基应该不是明显总统 因为他任期到了 也就是说泽连斯基可能要牺牲自己了 佩斯科夫的现在表现 就是看着泽连斯基最新言论背后 现在还是有在观察 不能确定 塔斯社20号是这么说的 说俄总统 佩斯科夫是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谈到了莫斯科谈判的可能性 说这比不谈要好 但是没说细节 佩斯科夫说这个言论背后是什么 这是他原话 说这番言论背后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些话是认真的 那么哪些具体计划 就泽连斯基体要干什么 包括会朝这个方向采取哪些行动 这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生命的谈 千万要注意 所以咱们还是欢迎 至少在中国人看来 其实中国的友好国家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中国友好国家 我们是欢迎他们谈的 关键是你朝哪个方向谈 这是俄方的态度 咱们之间有俄方意思是什么 就永远的结束这场 就是不要动 最好乌克兰就永远的保持中立 就不要跟俄罗斯成为敌人 对吧 他说按照普京的意思就是要永远结束 一次性解决 而不是说给你一个揣急机会 所以中国现在任务其实挺艰巨 中国怎么 你看中国给巴以 包括沙特伊朗能当中间人担保 原因就是中国可以保证这事 不会有 叫什么 不肯定 你们撕毁了 那中国就可以用经济手段制裁了谁 俄罗斯乌克兰现在看 中国还真的是需要 我觉得需要处理的 至少在这个方向上 中国可以对俄罗斯行动的 但对乌克兰 现在说白了 乌克兰得给中国某些承诺 或者中国得给乌克兰哪些手段 哪怕是你把你的核心的贸易通道给打开 对吧 未来你的收入是靠一带一路 那我当然可以谈了 对吧 这说完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承诺 对吧 当然信 但是你现在中国在乌克兰 其实有投资很少量 就控制权现在在美国手里 你怎么让俄罗斯人相信你中国谈 对吧 你手里没有乌克兰的更多牌 其实普京的意思就是你朝哪个方向行动 关键是现在 现在俄罗斯人判不得不了 你光说这话没用 说我们需要等待一些具体行动 也就是说俄罗斯人看来对于泽连斯基 现在这种表态是欢迎 但是并不知道下不了干什么 当然俄高层 我觉得现在也已经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了 普京他们是和中国在莫斯科谈完了 中国双方投资规模应该是能达到1万亿 这我刚才讲的 中国是真的是在这次俄乌战争中完全逆转逆 1万亿的投资 新一届中国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闭幕了 我借莫斯科 就是泽连斯基的事 你看中俄之间关系 如果未来泽连斯基 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想要解决他们之间的世仇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上河 然后打造一带一路的走廊 然后双方之间成为利益功能体 对吧 有了超1万亿美元 1万亿人民币以上的贸易额 谁都不想打仗了 你说这种方法是不是只有中国能给提供 据说率团参会的俄第一副总理 叫曼图罗夫 第一时间对外表示 这个会议非常及时 而且是效果显著 这你就理解中国和洛斯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密 就是中国能影响洛斯到什么程度 双方是已经更新重大项目的清单 达成一致 新的清单中一共有60多项目 对外宣布总投资额超过了1380亿美元 约合是1万亿人民币 他说这个清单是中国在政府 合作框架下 加快跨境合作项目进程力大 这个清单上的项目会在融资政策 得到两国政府更多支持 每隔一段时间说 中俄政府会根据情况 对清单上项目进行更新 去年11月在北京召开会议里边 中俄对清单进行了一次调整 当时清单中有重大项目是62个 21个项目为远景项目 曼图罗夫他提到6个项目 主要指的就是重大项目 从这额爆发之后 大批的西方企业撤出俄罗斯 就是俄方失去了大部分的外部投资 那就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重要的困境 重大困境 俄罗斯企业也越来越很难参与到境外的投资项目 从海外市场获利也不可能 所以战争没有结束 普京政府没办法将大笔的政府的资金 投入到国内的关键项目上 俄方就必须要想尽办法引外资 对吧 那外资现在看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一万亿投资 一万亿人民币投资俄罗斯 投资领域中国之间合作是 本身相对有限 你看20年的时候 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存量 在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中只占有0.36% 几乎忽略了吧 俄方对中国投资 在中国吸引外资里边占比多到0.02% 都是0.几 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投资都是0.几 投资占比非常小 预示双方的合作潜了一句 说白了 中国人未来发财的 你可以想中国有大量买办 全是昂萨买办 对吧 这些人在中国呼风唤雨 这个首富那个首富的是吧 那你可以想中国之间未来发展 也会产生一批的富豪 咱们不能说他是买办 因为俄罗斯对于中国境内 这些控制他也没有那些人的想法 但也不排除有会有买办 但是这里边一定会有这方面的富豪出现的 就看是谁了 会不会就是你啊 是吧 这个预示着这个投资潜力巨大 所以说的中俄之间啊 现在解决问题实际就是怎么把潜力变成成果吗 我觉得这个潜力才是 这个可比这个马云 去搞他卖菜啊 强太多吧 阿里去把菜市场给弄弄弄 那强太多吧 你可这里边找着机会多好啊 国家鼓励你 包括这个万达那个王健林 跑到北国去 去干那事 去年年底的时候 俄方就对外放出消息了 就希望通过与中国扩大合资啊 合作 然后在新的能源造船啊 建立这个联合投资项目启动 当然中国不会把俄罗斯举止门外啊 而且是啊 这个中国经济水平提高是这个战略啊 战略行为啊 主要还是北极啊 这个方向开发 据说去年唯一被列入清单项目 就是一个中国之间的跨境数字贸易平台项目啊 今年会议中呢 双方商定说两个价值超过10亿美元新项目 就是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叫 碳黑生产项目 包括俄犹太自治区的叫 危险货物铁路运输中转技术实现建设项目 包括生产电动车电池 对吧 应该是俄罗斯的诺里尔斯克涅业公司 与宁的时代啊 讨论这个涅材料工厂啊 西方现在把矛头指向中国之间的正常进行合作啊 有点想要制裁中国的金融企业啊 我觉得 首先中国需要解决两国的法律差别较大的问题 俄国内部的基础师水平确实有限啊 所以这次会议应该是 你看这个基础师的投资 这就是大笔的钱 一万亿啊 谁能在这一万亿里边抓住机会 绝对是中国的首富 在中国现在内卷的时候 俄罗斯是你们的巨大机会啊 看 famil上的照片 绝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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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